はい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いのわいです 這一支 我們要學的是 動詞 内心 じゃ で ください 的 關西腔的說法 大家還記得嗎 動詞 内心 で ください 它的意思是 請你不要做這個動作 比如說 請你不要抽煙 タバコを吸わない で ください 所以就是 動詞 内心 じゃ で ください 請你不要做這個動作 那關西腔怎麼說呢 這支就跟大家學一下 然後後面也是介紹一下 一些關西人常用的單字 那就開始三個 那我們看一下 動詞 内心 で ください 的 關西腔的說法 但還是先複習一下標準的說法 那比如說 請你不要吃 怎麼說呢 首先 吃的ます心 食べます 他的内心 食べない 整句話 食べないで ください 食べないで ください 就是 請你不要吃 那關西人 怎麼說呢 關西家的說法 内心 食べないで ください 後面加 うん といて 食べん といて 這個是關西人的說法 後面可以加 たべん といて くれ 或者 たべん といて ください 也是可以 那關西親的話 通常 たべん といて 這樣就好 好 那再看一個例子 比如說 請你不要去 標準的說法 いかないで ください 對不對 那關西人會說 いかんといて 或者 いかんといて くれ どうかいい 那要注意的是 第三類的時候 第三類用來一些 いかつします いかつきます 那請你不要做 標準的說法 是 しないで ください 因為 します 内心 就是 しない しないで ください 那關西家的說法 是 先 といて 先 といて 所以 し 先改善せ 然後 後面加 うん といて 就是 一樣 OK 好 那另外一個 きます 那標準的說法 是 来ないで ください うん こないで ください 那關西人的說法 コントいて コントいて 理解說 コントいて くれ コントいて ください とか いけま 所以 請你不要 做這個動作 標準的說法 是 内心 で ください 那關西人的說法 是 動作 内心 じゃ うん といて くれ うん といて ください 那 後面就可以 戦略 OK 那我們就 投 看 一下 例子 好 那我們 看一下 練習 問題 好 多看 一些 例子 好 多看 一些 例子 好 那 比如說 請你 不要 抽煙 怎麼 說 好 首先 抽煙的 抽 吸います ただ 耐心 吸わない 好 標準的說法 たばこ を 吸わないで ください たばこ を 吸わないで ください 耐心 で ください OK 那 關西人的說法 たばこ を 吸わないで ください たばこ を 吸わないで ください 这个音料要注意一下 那第二个 请你不要担心 担心心配します 这个是第三类 所以他的耐心心配しない 那标准的说法 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心配しないでください 那国安系人会说 心配先といて 心配先といて しますだし 要改善せ 然后うんといて OK 那第三个 请你不要讲话 然后讲话的讲 離します 这是第一类 他的耐心 離さない 那标准的说法 離さないでください 那关系人会说 離さんといて 鼻さんといて 后面也可以讲 鼻さんといてくれ 鼻さんといてください 都可以 好 第四个 请你不要打开 好 打开 開けます DRA 他的耐心 開けない 标准的说法 開けないでください 開けないでください 好 那关系人会说 開けんといて 開けんといて 開けんといてくれ 也可以 好 第五个 请你不要看 好 看 見ます 这个是第二类 所以他的耐心 minai 标准的说法 minai deください minai deください 那关系人会说 minといて minといて 就是mi 然后 といて OK 好 那第六个 请你不要碰 请你不要碰 好 他的ます心 触ります 好 他是第一类 所以他的耐心 触らない 好 那标准的说法 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触らないでください 好 那关系人会说 触らんといて 触らんといてくれ 触らんといてください OK 所以 关系人的 请你不要 请你不要做这个动作的说法 是 就是耐心 然后耐去掉 然后 といて 这样就好了 好 那看一下 关系人的一些生活的单字 好 那第一个 どべ 嗯 どべ 听讲就有一点难听 他的意思是最后一名 就是标准的 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 那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比如说 我上次的考试 最后一名 好 关系人会说 この前のテスト どべ あったわ この前のテスト どべ あったわ 嗯 所以这边的 どべ 他的意思是 最后一名 OK 好 第二个 他 他 他的意思是 丢 丢热 的丢的意思 好 那标准是 捨てる 嗯 大家应该有学过 捨てる吗 好 那 那个丢热 就帮我丢一下 好 关系人 怎么说呢 そのゴミ 放かしといて そのゴミ 放かしといて 嗯 所以这边的 放かしといて 放かす 他的意思是 捨てる 丢的意思 OK 好 第三个 しもた しもた 嗯 他的意思是 早餐 標準的说法 是 しまった しまった 关系人会说 しもた 好 那比如说 糟糕 我忘记带情报了 好 关系人会说 しもた 財富忘れてもた しもた 財富忘れてもた 嗯 这语气也是很重要 然后就 しもた 就是糟糕的意思 OK 好 看第四个 ぼちぼち 好 ぼちぼち 他的意思是 嗯 麻麻糊糊 就还OK 那一种时候 好 那标准是 妈妈 OK 好 那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 你这一次的考试 是如何 然后 就是朋友说 妈妈 夫婦就还OK 好 关系人的对话 怎么说呢 今回のですどうやった ぼちぼちやった 今回のですどうやった ぼちぼちやった 这样就是 妈妈还OK 的那个意思 OK 那这を看第五个 好 え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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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 没关系 没关系 嗯 那标准 嗯 可能东京人会说 いよ いよ 对 但是关系人会说 えよ えよ 好 那看一个例子 好 比如说 不好意思 我迟到真抱歉 嗯 然后 朋友就说 哎 没关系 没关系 好 这个对话 遅れて すま 好 这边的すま 是すみません 比较关系 这样的说法 遅れてすま 然后 朋友说 えよ えよ 遅れてすま えよ えよ 是关系人的 比较南線 可能比较 採用到 那今天 我们学的 动手内心 でください 关系 这样的说法 嗯 といて 动手内心 嗯 といて 嗯 然后 还有 很多 一些 とべ ぼちぼち しもた 等等 的关系 像 也是 採用到 的东西 所以 大家 多听 看看 然后 看一些 关系人的 节目 然后 稍微 复习一下 OK 那就 今天的课 到 这边 拜拜